老少都会喜欢的蕃茄料理 好吃又健康 我们常听到蕃茄红了 医生的脸就绿了 最近欧洲有研究报告出炉 说蕃茄穷术可以延缓背部老化 总之蕃茄就是好蔬果 餐桌上又只能没有这一味呢 菜颜科学生林伟珍将来示范两道 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蕃茄料理 第一道香茅蕃茄鸡肉起司烤饼 需要准备这些材料 先把蒜、洋葱、香茅、南姜、番茄糊及柠檬叶炒香 大约5分钟 加水煮个7分钟后 再加糖、盐调味 再把柠檬叶取出来 这样酱汁才不会出现苦涩味 接着先把鸡肉丁、牛番茄合炒约5分钟 再加入熬好的酱汁调成馅 然后把馅料起司放进墨西哥饼皮内 将饼皮对着后就能进锅煎烤咯 单面各煎约2分钟 起锅切片后就能大块朵鱼啦 第二道苏格兰番茄木芽人派 要准备的食材有这些 把饼水去皮后水煮约15分钟 取出蒸热用叉子压成泥 加入奶油、白底香、蛋黄拌匀后 加盐调味备用 把牛肉下热油锅炒到松散后 加入番茄丁及所有蔬菜料、辛香料、辣椒等调味 最后加入面粉炒匀即可 拿出烤米在内部刷上薄薄奶油 就能开始铺料咯 先把牛肉馅铺到大约3分之2满 记得一定要压实哦 再把薯泥铺到全满 一样牙确实压紧 而且越紧实越好 接着拿出牙签在鼠尼表面 画出牧羊人派经典的弧形线条 画好后就能放进预热到180度系的烤箱中 烤个20分钟就完成啦 东新闻台中报道